你看看大早上煮了几次玉米 这是我们东北里面孕 今年先下来的 一会儿再整两个菜 这玉米我都烧了后一个坎了 看水都烧没了都干了 哈喽我是小青来了 今天早上咱们做一个东北硬菜炸鸡关的油 这个菜就是很特别 特别香特别酥特别好吃 就为啥大早上做呢 主要是吧就是这个是本来是我昨天晚上拿出来打算做的 完了吧 昨天呢我临时有饭局 就上我救家吃饭去了 完全没做事好吧煎饭就得给他做了 再不做的话送我就得坏了 给他多清洗几遍 它虽然是叫鸡关的油 但是它是猪身上的啊 像这个鸡关的油呢 已经是去好淋巴的了 把这个鸡关的油给它改刀切成大块 这晚上一炸就没了 所以大点块切了 把切好的鸡关油给它冷水下锅焯一下吧 往里放点料酒去腥 把这个鸡关的油焯好之后呢 给它放到盆里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洗干净了 我感觉炒完之后好像有小锅形做下来 有小锅差别做下来 没有那么多了 看着 别给它洗干净了 这上面还有一层小雪墨 虽然我刚才撇了 但是还是熟悶了 往锅里来拌净水 之后呢 再把焯好雪的鸡关的油到锅里 现在吧 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 就是开靠油了 刚开始呢 是靠的水 然后用大火 等到水靠完之后呢 就开始出油了 就转为小火 慢慢的靠 这就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 这呢 我老公做一个十八豆 十八豆学美叫啥 是什么 不是 馅豆 对 薑豆 好像是学美说 薑豆 薑豆角 有的酱可能叫馅豆 就是十八豆 看看啊 机关子有水靠没了 开始出油了 这锅里得小心崩啊 离远点 看这机关油 这有得出大泡 这个能绷住人 机关油炸这个状态就行了 看看这是我撇出的油 差不多有半大碗 把它这里边 这里边还有油啊 还能撇出去 先给它盛出来 要不再炸就糊了 这个机关油的出锅以后呢 给它撒上点麻辣煎或者烧烤料都行啊 我来替你们尝一口啊 尝尝看看这机关油炸的酥不酥 嗯 老香老好吃了 没听着叫冬价 习俗崩飞 想说我老公爹太出锅了 坐等开饭 早餐两个小菜 炒十八豆 机关油 今天的天好 大早就把杯晾上来 晒去 要不然的话太炒了 再加个菜 你加这个菜就是大葱蘸大酱啊 咋子不吃啊 不热一点都不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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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花豆炒也好吃了 包米已经煮好了 但是我先喝又 你先喝呀 我不喝了 然后还有事呢 还得上这里 这一大桶 人参酒 到早上你就开喝 菜少了 嗯 关键有下有菜的 下酒硬菜 这是阿门东北的 就干啥的 你找到啊 你找到啊 你拿这个勺是干这个的 哎 你以为是干啥的啊 好好 真有菜 我们东北这个就是有一个菜叫炸三样 就是饭店里点的比较火的 就是 机关的油 还有连铁猪腰子 但是那个连铁猪腰子我不太吃 我感觉硬据 反正每次我都爱炸这个机关的油 就是这个机关的油单汁就很加油 行 你叫油脂老 你叫油脂老 咱们土话就是油脂老 小时候就靠大瓣油 其实这玩意儿应该最早上他们来说就是靠油的 嗯 对 他就买的大瓣油 你看 一共是五斤这个机关的油 整个的就是在一小盘的 哎 你说那天你说 说有网友说 说吃菜得吃树 那你看菜上咱们东北这边很多都是那啥 都以三为那个菜名 你看炸三样 嗯 什么那个六三样 嗯 三四 是不是 嗯 嗯 第三线 嗯 嗯 咱们东北再三的菜就是这个 啊 先给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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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吧 嗯 反正我知道我们东北还有一道就是关于三的 挺挺挺出名的菜啊 挺挺挺出名的菜啊 驴散店 但是这道菜我没我没吃 还蛮贵呢 你们有没有网友知道就是驴散店是啥玩的 反正我是没吃过 你们知道的可以打在屏幕下方说一下吧 我没吃过 你只是记忆啊 就咱俩刚开始认识跟腔那块那股价饭店 我知道我在边上看啊 说那个 嗯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服务员说什么 你三件一般人点不起咱 对对对 而且年轻人一般不吃这个 挺贵的 一般人不会点 没对抢 意外多吧 还是几十块 那时候咱们讲那个平衡 就是二来个小的一个菜 肉菜 锅肉才二十多 嗯 肯定一百多 一百二十多 那对普通呢 你说的 咱俩的还是有点贵 对吧 你吃一桌菜了 吃好几个多的菜 他还一百多一个小的 来 咱俩的大扒门都那么大 小二 来 给爷买上 给爷跟老娘买上 小二 这一勺酒正好是一杯啊 亲爱的网友们来走一个吧 酒最好千万不要贪杯啊 三碗不过咱 咱是五杯不过咱 这是一杯五千五杯是二两万 还剩一点哈 挺不好爽 来糖果给给给 快吃点 糖果可爱吃的面包了 主要这地方你知道吧 就是有我们就是有正常饭的时候 他能吃的饭就肉啥的就给他 要是没有饭的时候呢 就是白米饭啥的他不吃 完了呢 猫粮不吃 你就得给他点就是 整点鸡蛋的啊 什么面包啊 再不得给他煮点鸡熊肉啥的 你就这边买肝 还不好买 应该就是以前我俩 就是 在生孩子之前养过一个猫 那个猫我俩常年就给吃 鸡肝还有那个猫粮 但这小猫不吃猫粮 他可能是之前是流浪猫流浪罐了 就是吃那个生菜生饭啥的 所以吃不惯猫粮那种味 来口硬的下酒菜 大葱 你走啊 你吃下大葱 嗯吃你的 哎今天我感觉喝酒这方式挺好 挺特别 你研发的不错哎 是挺好吃 以后又照照照照来 这挺好 你古代人喝酒都拿了 是吗 那少也要 烧酒呢 要 炸的味 就准备了 杯啊 杯就准备了 烧酒 炸的 烧炸 煮酒 把酒温着 拿那些体力快 到自己拿杯里了喝 行了 咱们这个视频 等一下非常多热吧 咱们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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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几点